3. 上主在祂的圣殿 我们大家来唱《上主在祂的圣殿》中 上主今在大地神殿中 万国敌人当赎金 万国敌人在主前当赎 当赎金再出现 当赎金阿们 我们来听世人的宣召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满口喜笑 满色欢呼的时候 外邦中就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 好向南地的河水附流 阿们 我们来唱诗第十四首荣耀大君王 祈祷福负败 荣耀大君王 祝祷福负负败 在五大 espero потому 我希望 IT-赏金中 祂u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时光顺利 主是高山圈圆下主片平壤 主是堪灵是一段这个地方 我愿是悲惩 我若无力量 专心依靠主 你能获健康 因主此来福利 永远无变更 只尊造化出灾或救出大局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主的保守 带领我们经过一个星期 来到另外一个星期的第一天 我们来敬拜你 求你赦免借尽我们一切的过犯 求你的灵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以心灵尘世来敬拜主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集中精神 带领我们能够思想属天永恒的事情 帮助我们明白主的道理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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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胜负神之胜, 与善意全能真胜。 真不太出出道先进, 荣耀万不二长行, 荣耀万不二长行, 阿们,阿们。 我们现在来读经马可福音第1章21到34节。 《大勒加百农》, 耶稣就在安息勒进了会堂教训人。 众人很稀奇祂的教训, 因为祂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喊教说:「哪杀的人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这辈他说:「不要作生,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就出来了。 众人都惊讶, 以致彼此对问, 说:「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鬼, 连污鬼也听从了他。 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释放。 他们一处会堂, 就同着雅各、耶汉, 进了西门和安帝勒的家。 西门的叶母正害病, 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护士他们。 天晚热落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 和被鬼伏的来到耶稣跟前。 赫诚的人都寄寄在门前。 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 又感触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 因为鬼认识他。 愿主赐福, 读他, 还有学习敬畏他话语的人。 阿们。 我们来唱诗第八十四首,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第八十四首。 我静悦多对护士我们。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有时老苦心中失望 天父必看顾你 为先领导主处躲藏 天父必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世事看顾 处处看顾 我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我必要求他必要看顾你 天父必看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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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纪念我们所居住的国家 愿祢的名被尊为圣 愿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求主纪念这国家掌权的人 求主帮助他们学习敬畏主 将荣耀归给主 帮助他们所做的 都是以敬畏神为前提 还有招呼众人民 也求主纪念那些 因为这次疫情和失业的人 求主怜悯供给他们的需要 我们也求主纪念那些得到病毒的人 也求主怜悯医治他们拯救他们 也纪念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 求主施恩怜悯医治我们 安慰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要纪念在外国的主内肢体 求主施恩与他们 带领他们在外国与主内肢体一起复世 荣耀天父 扩展主的国度 你要纪念在外地外国的众传道 求主施恩带领他们 是行神的旨意 传扬主的福音 教导福音的真理 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主 求主怜悯保守他们 脱离仇地的公寓 求主兼顾他们的心智 供给他们苏灵 还有今生的一切的需要 也要纪念我们的灵性 求主帮助我们心灵 每天都因为默想主的话语 顺服主的话语而更新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顺服主的旨意 求主帮助我们胜过 来自各方的这个思念 还有试探 帮助我们在思念当中能够得胜 也求主看顾那些流浪的人 也求主帮助这些浪子浪女 及早回转归向主 行神的旨意 过屠受主的恩惠 我们感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引领带领我们 这个新奇的路程 帮助我们实施 呼求主 实施依靠主的大能大力 奉祂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今天的讲到题目是主的全能 取自马可福音第一章 二十一到三十四节 这里主的全能就是指主的能力的彰显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的儿子 他是神本身 道成肉身 他有他的这个权利 那么按照上帝的安排 到了时候 他就展示他的权利 主耶稣除了传福音以外 传道以外 还有展示神的儿子的能力 证明他就是就业所一言的弥赛亚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这个时候 他是在这个加摆农 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就是二十一到二十八节 把这个污鬼赶出 他到了加摆农的会堂 耶稣就在安息日 进入了会堂教训人 耶稣基督在星期六 这个就业的安息日 进入会堂 以上帝的道 以就业来教训人 那会堂是 这个圣殿被溃以后 犹太人被掳去 巴比伦那里 在巴比伦的时候 他们没有的献祭 他们的祭祀制度 也不能够正常的操作 不能够正常的运作 不能够献祭 他们就成立会堂 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只要有十个犹太的男人 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 就是在大城市 这个小镇 他们还有会堂 他们在会堂做什么呢 就是宣读就业的律法书 还有先知书 然后讨论上帝的话语 假如那天刚好有个拉比 好像耶稣 这个就是犹太人的宗教老师 耶稣来的话 再过后我们看到 这个保罗也是个 他们的宗教老师 就业老师 他们就会讲解就业的话语 宣读就讲解就业的话语 这个是他们在安息日 在会堂里的 所进行的这个事情 当然也有这个祷告 他们进入了会堂 耶稣就在会堂教训人 那么耶稣所教训的 还是引用这个旧业圣经 耶稣没有这个新的经书 那么在那个时候 新业也还未写成 那么他们听了耶稣的教训 就感到很稀奇 因为耶稣的教训 是正向有权柄的人 不像文士 那么耶稣的教训有权柄 因为耶稣就是圣经 就是旧业的启示者 圣经的作者来到他们当中 教训他们 那么这个经文是他所启示的 不管是先知书 智慧书 这个律法书 都是这个历史书 都是上帝所启示的 那耶稣所启示的 那耶稣身为人 从小也学习上帝的话语 所以对这些圣经很熟悉 他是用正义来解析这个圣经 跟当时的文士不同 当时的文士 虽然他们教导的 不全都是正确 但是有些事情 他们教导的却是正确的 为什么文士的教导 有些不正确呢 因为他们是根据 他们的遗传 就是犹太人 读了这个摩西的律法书过后 他们就写了一套的这个讲解 那么这个讲解 有时候还比这个经文 显得更加重要 这就是他们的错误的所在 这就是他们失去 这个教导权威的这个原因 那么这些文士 他根据这个历史 这个原因可以追溯到 这个旧业的以色拉 以色拉带领以色列人 回这个圣地的时候 那么他是教导上帝的律法 他是个很熟悉 就业圣经的这个文士 就是一个教师 那么这个使徒保罗 他的训练也是个文士 我们也不是说 文士所教导的都是错的 当有些教导是对 有些是错 错是错在 当他们将人的这个遗传 这个传统 变为比这个圣经的教导 更加重要 比如说圣经说 我们要孝敬父母 那么身为孩子 养育父母是应该的 养育年老的父母 可以工作的孩子 可是犹太人说 只要你将你养育父母 那笔钱奉献给这个会堂 那么你就可以不要供养父母 那么这是和实戒里面的教导 是有冲突 是错误的 还有其他的犹太人的 口传的传统 很多规矩 这些有相当多的规矩 是不符合圣经的 那个原则的 可是他们却把它当作是 神的道理 那么来传讲 所以这就是文士 这些圣经老师 士气权威的 这个主要原因 那耶稣基督在他以后的事工 远清楚地指着 他们这方面的错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看清什么是神的话语的教导 什么是这个不和神规矩的这个遗传 所以我们才能够按照正义来讲解圣经 使到人能够归向神 是行神的旨意 那耶稣 并没有说文士教导的 全都是错的 我们看到耶稣与众不同 因为他用这个按照正义来讲解这个圣经 使到人 当时的人 听到这样的教导 觉得很新鲜 他们感到很惊奇 竟有这样的这个宗教老师 圣经老师 这么来讲解圣经的经文 因为他们已经听了这些不和圣经的这种讲解 相当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感到很惊奇 在会堂里面 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喊叫说 当耶稣在教导的时候 有个人被污鬼附着 他喊叫 我们看到这时候 这个仇敌 这些污鬼 就是撒旦的手下 他们开始攻击 进行这个属灵的这个反击 因为耶稣的教导 带着这个权柄 因为神的儿子来到他们当中 所以这个仇敌的部下 就要反击 大声喊叫说 拿撒勒人耶稣 这是耶稣在世的名称 拿撒勒是个不是很受犹太人 看重的地方 因为那里有许多外邦人 有许多不道德的事 不金钱的事发生 所以犹太人 轻看这个拿撒勒人 但是不是拿撒勒人 每个拿撒勒人都是道德低落 他们不可以将用一条竹竿打翻一船 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就在那里长大 可是耶稣来到这个加百农的地方 作为他在世传道的这个总部 这个贸易中心加百农这个市政 做他这个传讲天国道理的这个总部 感谢主 那么这个福音的光来到 这些参加着外邦人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 加利利地区 那么这个仇地就不高兴了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这里是表明 这个仇地跟上帝的儿子对立 跟基督对立 跟米赛亚对立 就是采取一种战争的那种态度 那么为什么你要来这里搞乱我们呢 这些乌鬼扶在这个人身上 而且祈祷会堂 这里让我们看见 不是每个来到教会聚会的人 都是归主的人 那么有些人的身上 是被这个乌鬼附着 是给这些邪灵影响 使到他们不能够顺服这个真理 求主怜悯 我们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 来传讲上帝的话语 那么求主拯救这些人 脱离这些乌鬼仇地 的这个影响 这个附身 这个乌鬼附身是真的事情 当然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乌鬼附身 不一定每件都是乌鬼附身 有些可能是精神错乱 还有种种这个状况 但是有些的确是乌鬼附身 那么这些人有种种的这个症状 就是第一个特点 就是不受这个控制 那么是人也不能够控制他的 这个人本身也不能够控制自己 在耶稣传讲 在这个会堂礼拜的时候 竟然这样公开顶撞主耶稣 他说你来灭我们吗 当然耶稣是来消灭魔鬼的作为 那么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就是与众不同的 不是一般的宗教老师 不是一般的文士 他是神的圣者 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 那么他带着这个权柄 所以这个仇地乌鬼也感到害怕 耶稣没有先攻击他们 那么没有先撤撤他们 他们先采取第一步来攻击耶稣 公开的对立 所以我们做主攻 做传道的时候 会常常受到这个邪灵的这个攻击 求主帮助我们警醒 要面对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 我们感谢主 那么神与他的不仁同在 以他的大能大力保守看顾我们 我们虽然看不见主 我们用肉眼看不见主 可是主却与我们同在 保守使用我们这些软弱 无用的仆人来传讲主的话语 那耶稣就这辈他不要作生 因为耶稣不要这个魔鬼宣扬他 那耶稣不要魔鬼为他做见证 免得有人误会 耶稣跟这些乌鬼是同意活的 他不需要乌鬼的见证 他说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从这人身上出来 那么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 大声喊叫救出来了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人 还有这样的人 被乌鬼附作 受尽了痛苦 不能够自我 不能够控制自己 不能够 做想要做的事 这乌鬼控制他 使他想的 做的 都是顺从这个乌鬼的 这些意思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在世上有许多人被这些邪灵影响 仇地影响 我们要切切为他们祷告 我们没有耶稣基督 赶鬼的全病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全病去赶鬼 只有上帝的儿子 还有上帝所赐给这种赶鬼 医病恩赐的人 有这种全病 可以赶鬼 可以医病 我们只能够在主面前 主的世人宝座面前 切切地为他们代求 为他们祷告 不断地祷告 求主帮助拯救这些人 脱离这些仇地的附身 仇地的影响 使到他们能够得自由 来归主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圣灵入住他们心中 被圣灵充满 心里有平安 行上帝 所取悦的事情 我们 要为这样的人来祷告 我们看见有这样的需要 我们要特别为这样的人来祷告 我们可以一个人祷告 也可以相约 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我们两三个人一起祷告 我们祈求的能力 会比较好 我们感谢神 那么耶稣的名声 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那耶稣 把这个乌鬼 从会堂 扶着那个人身上赶出 会堂其他人看见了 就传遍加利利的四方 东南西北四方 那么很多人就知道 耶稣是个带着权柄 带着能力的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所以众人都说 这是什么事 是个新道理啊 他用权柄吩咐乌鬼 连乌鬼也听从了他 那么是感谢主 上帝 上帝 借着这样的能力 使到人 知道 这个上帝 是有大有权便的上帝 那么在我的 学习生涯中 听说某个国家 他们 他们 去那里开荒布道的时候 是个小道 当时 那里的人 那里的人没有 去这个教堂 那么有个牧师 就去那里开荒 那么他就买了 他就奉劝人 捐助 买了一个地方 我听说 那个地方很便宜 那个地点很便宜 是个众所周知的鬼屋 可是 这个牧师却不怕 那就买了 那个所谓的这个鬼屋 那个地点 就在那里 建一建 很简单的 这个礼拜堂 在那里开始礼拜 所以宣道工作 就在那里 结果上帝使用 他的仆人 带领一些人来归主 使到那个地方的人 可以看见 福音的这个真光 上帝的大能 上帝的大能 彰显 感谢主 那么 耶稣基督的大能 要胜过这个仇地的势力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 在以后呢 这个仇地 使用这些 当时的宗教领袖 来避害耶稣 可是耶稣基督 虽然他受苦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可是他接受 他的这个死 战败了这个仇地 胜过了仇地 而且他死后 被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表明 他是胜过死亡的主 感谢主 这个就是 福音的这个大能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 被埋葬 还有从死里复活 那么拯救一切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来看第二点 主医治这个病患 他们一出会堂 就同坐雅各 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雅各跟约翰是两兄弟 这个西门跟安德烈 是另外两兄弟 进入他们的家 他们的家离会堂不远 那西门的业母 所以这里看到这个门徒彼得 西门彼得 他是结了婚的 假如没有结婚 为什么有这个业母呢 他的业母正在患热病 躺着就表示相当严重 有些人发烧发烧到 发烧到连走路的能力都没有 好像现在很多人得了这个骨痛病症 那么不但在本国 在邻国 在靠近比较远的这些邻国 他们听到这个Dengue 这骨痛热症就非常的害怕 因为这种发烧不会好 就会死了 求主怜悯 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 当然我们不是说医药不重要 除了这个带他们去看医生 那么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 求主怜悯 医治他们 一只小小的蚊子 可以把人置于死地 你相信吗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 人的这个脆弱 生命在神的手中 这个人就是彼得业母发烧 发烧很厉害 在那里躺坐 那么有人就告诉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有人病 我们要告诉耶稣 当然你可以告诉教会的领袖 牧者 你要告诉耶稣 你要为他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祷告 每个人都可以告诉耶稣 求耶稣来帮助我们 在人觉得无助的时候 求耶稣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个时候医药很先进 有时候我们就往往依靠 这个先进的医药 而忘记了祷告 而不求上帝 不求耶稣 这是错的 我们有病要看医生 这是对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在看医生之前 我们要祷告 或者忘了祷告过后 我们要祷告 求主医治他们 医生可以尽 他的能力 他的知识来医治 医疗 但是至终使人好的 就是上帝本身 那药物也是用上帝 所创造的这个东西做的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不要忘记祷告 我们要求主帮助 那耶稣进来 拿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耶稣依的方法 有很多种方式 有些是什么都不做 只是说句话 那么那个人就好了 可是这个耶稣进来 拉这个彼得耶母的手 他就起来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那么就这么简单 这个发烧就退了 这是真正的奇妙 所以彼得的耶母 彼得的太太 彼得安德烈 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得这样重病的人 既然好了 我们不要小看这种发热 在非洲 每年有很多人 因为这个蚊子 被蚊子所钉 而丧失生命 有几十万人 每年都有几十万人 非洲的各个部分 给蚊子钉到是不得了的 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 而有这个发烧 发烧过度 那么人就没有得救的 求主怜悯 我们要祷告 求耶稣来 扶住那个人 把那个人医好 如果和神的旨意 那个人就医好 我们不要忘记 祷告的这个责任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 教会领袖或者传道人 但是每个人 每个信徒都有权柄 都有权力 来到主的面前 告诉耶稣 为某某人带求 求主医治他 帮助他 那么彼得夜某一好了 就很高兴 富士他们 怎样富士他们呢 应该是煮饭给他们吃 烤鱼给他们吃 弄这个面包给他们吃 让大家可以吃饱 因为这是教堂 这个会堂礼 礼拜过后回到家 肚子应该饿了 那么这个 身为家庭主妇的 这个夜某跟这个彼得太太 一起煮饭 让这几个门徒和耶稣 一起医保肚子 我们感谢主 上帝医好了我们 我们要富士人 马可福音说 主来是要富士我们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舍命 为了拯救我们 为我们舍命 那么虽然我们 谈不到 做不到这点 也没有需要做这点 我们不能够 好像主这样为大家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点 就是上帝医治我们过后 上帝帮助我们过后 上帝拯救我们过后 我们要感谢主 怎样感谢主呢 我们要富士他 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小事 富士主 在这里讲到这个煮饭 我们可以用这个饭菜 招待神的仆人 来自远方的仆人 我们敬地主之余 招待他们 请他们吃饭 请他们喝茶 我们可以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肢体 我们可以帮助教会 做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恩惠 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不要轻抗 我们自己所能够做的 我们所能够做的 求主帮助我们去做 上帝不要求我们做 超过自己能力的事 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做 我们能力范围的事 我们感谢主 那么天晚热热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切 害病的被蛊腹的 来到耶稣跟前 就是安息日晚的 就是六点过后 是新的一天 所以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 带着那些被蛊腹的 患各种各样的病的 都来到耶稣面前 找这个大医生 找这个赶鬼的 可是耶稣赶鬼 不像当时许多赶鬼的一样 有念这个咒文 有什么仪式 没有 耶稣本身就是全病 他所说的话就是全病 这辈这个污鬼 污鬼就从那些 所富的人身上 人们身上出来了 你看这些人是多么的高兴 这些人受苦了多久 没有办法把身上的鬼赶出 可能去找这些赶鬼的 付了不少钱 可是也没有把这些污鬼赶出 耶稣来了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神本身 他是神的圣者 他大有能力 他就是基督 他就是君王 有权病把鬼赶出去 那么那些害各种各样的疾病的 对他来说不是难题 我们看到今天许多人患了病 各种各样的病 你去到医院 看到很多人很痛苦 很无奈 因为有些人的医药卡的钱 已经用到光光了 可是病还没有走掉 病还没有医好 一筹莫展 有些人去借钱 有些人甚至去借高利贷来医病 使到全家都感到很慌张 一筹莫展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病 我们可以求耶稣 我们可以祷告 当然这不是说 我们不要去看病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我们去看病 接受这个医药的治疗 我们不要忘记祷告 我们自己祷告 也叫教会的肢体一起祷告 所以你们有患病的 可以通知教会 应该通知教会 教会为你们祷告 除了你们自己祷告 你们朋友祷告 还有教会 在祷告会为你们祷告 求主来医治你们 求主怜悯你们 坚固安慰你们 这里我们从这个赶鬼和医病 我们看到神的儿子的全能 神的儿子是传福音 叫人悔改 向神悔改 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来相信福音 可是耶稣基督 印证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行这个神迹 大能 把物鬼赶出 医好各样的病 感谢主 主耶稣医病 一分钱也不需要 我们 蒙主医病过后 我们要感谢主 要荣耀主 要富士主 不可以忘恩负义 屠受主的恩典 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 得病之前 我们的不正当的行为 羞辱神的行为 犯罪的行为 我们都要改过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悔改 使到我们能够过做 这个 和福神心意的事 当我们过做和福神 心意的生活 我们的健康自然会好转 那种破坏身体的习惯 好像喝酒 好像抽烟 好像吸毒 还有熬夜 种种的不好的习惯 我们都要除掉 使到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 那么福音广传之地 那些人回改信主 那些人离开罪恶 离开罪恶的习惯 离开罪恶的捆绑 上帝把他们 这些鱼 好像从鱼网里面拯救出来 不是要杀害他们 而是要赐给他们新的生命 所以他们得到新的生命过后 他们的健康也好转 不但健康也好转 生活也好转 好像他们戒掉赌博的习惯 贪财的习惯 那么他们的生活也好转 他们离开罪恶的捆绑 来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得到自由 得到新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我们要感谢主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感谢天父 太前他的独生子 来到人间 要拯救我们 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赶鬼 医兵的恩赐 不向主和使徒们 可是我们可以传福音 我们可以为人祷告 叫他们认识主 叫他们认识主 脱离罪恶的捆绑 叫他们信主 圣灵 住在他们心中 也求主帮助他们 被圣灵充满 行神所许愿的事 放掉一切罪恶的习惯 那么过着平安的生命 感谢天父 赐下独生子 给我们 来拯救我们 展示他的全能 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面 拯救出来 这是我们应当每天 都献上感谢的 我们来祷告 感谢天父 与我们同在 感谢天父 怜悯我们这些罪人 拆解你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来到人间 道成肉身为人 有恩典 有真理 住在我们当中 亲自来与我们同在 来拯救我们 使我们知道 我们人 蒙女的这个宠爱 蒙女的大恩 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屠受主的恩典 帮助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 赶快来信主 赶快来归主 帮助我们流浪的 赶快回到主的身边 也帮助我们 信主的信心得以坚固 看到神的大能 神在我们生命的大能 以往怎样拯救我们 祂也要拯救 许多人 求主怜悯使用我们 出去传道 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代道 求主医治他们 求主拯救他们 脱离种种的捆绑 奉我主 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来唱诗三十六首 完岛求恩 三十六首 完岛求恩 祝福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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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心深圈主在此间 救主几苦已成作人 对今生当中苦皆行 祝主名唱歌人心愿 看透一圈修你伤痕 祝主全能尽心相同 离世之夜我去若空 今晚更求大法之策 凭你伤害一致我中 我们来领受神的赐福 那能保守你们不视脚 叫你们无侠无耻 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 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 愿荣耀威延能力全并 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归于他 从万古以前并现今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们在这里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向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问安 我们继续求主带领 如主愿意 我们教堂会在八月的第二个主日 八月的第二个主日开堂 让主内弟兄姐妹来参加礼拜 不过因为这个公共健康 这个卫生部的这个规矩 我们会有一些健康状况的业数 就是某些病状的人 不鼓励来参加礼拜 还有这个年龄的业数 那些年幼的年老的 到了某个年纪的都 不适合来参加这个教堂的 这个礼拜继续应该继续在家里 在网上敬拜 我们此点会把详情公告各位 我们也祝请凡事要奉献将神义交给主的 可以通过电子转账 放入教会的云行户口 或者亲自把钱 拿来教堂的办公室 或者把支票寄来这个教堂的这个地址 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 带领我们新的一个兴起 赐福各位 我们来向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赐福看顾你 愿主向你让愿主赐福于你 祝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愿与恨花香 看顾光照你 祝安于你 保护你 保护你 愿主保护你 祝安赐福于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